农历春节怎么过 抄写经文沉淀心灵 感受那股宁静跟安定感 国中一年级的卢又玲和姐姐 跟着妈妈回台中娘家 因为外婆来当志工 把他们全带到靖司堂 他们在家里也没做什么 都不如带他们来这样 来操军也好 监视我们靖司堂 让他小孩子有一个好的观念 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意义的 一次回娘家的活动 大年初一到初四 邀约会众来朝经 贴心地把经文印在宣纸上头 还有词记歌曲可以选择 考虑到说有些社会大众 可能他们有些还没有开始 接触经文的话 那用这个歌曲祈祷 让爱传出去 还有靖司语 我觉得这个都是 大家一起的时候 就很容易去了解 严明央视超经班老师 农历春节放下家业 到靖司堂全程陪伴 超经的当中 我们来为自己 为家人祝福 为正在受苦难的众生祈福 超经过新年 沉淀心灵 充电再出发 大爱信物 黄子凌旺光辉 台中报道 接触